就是基督教的背景 那因为在这当中他看到小华 跟他谈吐的当中不一样 觉得他信仰不一样 就开始问他在哪边聚会 那小华也从他身上开始分享 他对就是神的经历跟神的爱 他就觉得这位神怎么不一样了 怎么跟过去的神不一样 所以呢他就开始就是很好奇 无故礼拜堂到底是怎样 为什么会跟他过去所信的信仰不一样 他也刚好碰到就在当中 所以他就也带了家旋之后 我们自己又有这些组员 之后在这当中刚好碰到就是40天的祷告 那又碰到那个第四度空间 所以他们就开始渴慕 就会觉得就开始期待 他跟他说礼拜二有一个小组聚会 他就很期待 他就想要去看看这个信仰为什么不一样 从这当中他开始渴慕 他就开始带人 他知道他周围的人很需要神的时候 他就会把福音传给他 那在这当中他就开始要 那我们也问他们就是愿不愿意受洗啊 等等这部分 就开始跟他说要就是给他 就是他们会开始先问 那我怎么祷告 我虽然信主很久我都不会祷告 那我怎么祷告 之后呢我就开始你渴慕祷告 那我就应他们一定会愿意渴慕就是为家人祷告嘛 我就应那个为丈夫祷告的三十天的给他 为儿女祷告三十天给他 就是就是这样子让他们就很 他们也很顺服的渴慕神的话这样子 之后呢甚至他们现在也加入我们城庚的时间 我们城庚本来只有四支 现在变成八支 就是很多大家都很渴慕 礼拜天的时间来一起读经这样子 因为他们想要更多的认识神 所以在这当中 我们也就这样带领 那就开始也带领他们一对一的时间 那所以当也有人会说 今天不方便啊或者是怎样 那我们就说好没关系那就明天 反正就是好那不行那再改天 就是这个礼拜不能有暂停 我觉得我们就是也想要让他们更多的吸收 那他们就因为这样子也不敢再拒绝说 他们不要或怎样 那这当中其实他们在这里面就是很渴慕 有人从小包包 以前刚姓祖的时候 就是可还没姓祖 他们可能就平常带个小包包而已 之后姓祖之后呢就从小包包开始带 之后就觉得这个包包越来越装不下 就是越来越大的包包 同事就说啊你是在读大学吗 为什么你每天要读带那么多 他带诗歌本带圣经带 历史读空间就带我印的那个祷告的事项 就一大堆 所以他只要有空他就开始开始祷告 他们说他们里面就是 好像随时随时的心就是工作嘛 手动啊嘴巴总是可以自己祷告 心里可以想 想着神就开始祷告 而我就觉得他们里面开始就有很多的 就是他们发现这位神不一样 跟他过去的信仰不一样 可以成为他的朋友 成为他的好像 好像有一个依靠 有一个可以述说的方向 所以他们开始就开始依靠神 就开始更多的渴慕神的话 所以呢他们现在就是 就对神的话也更多的渴慕 对不起 对不起 补充一下 我觉得他们的那个特别是这个两个姐妹 一个另外不在我们当中 我问过他们 我们没有什么很大的推动他们对神的话 他们自然而然的产生对神的话可慕 很特别 我们没有很特别的 只是说他们常常用神 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 他们有苦难的时候 我们常常用神的话去鼓励他们 只有这个动作而已 没有其他的方式 就是说用神的话去帮助他们很自然而然的 他们用神的话去祷告去看的时候 也有发现真的 原来神的话对他们来讲很大的帮助 可以释放 可以得到医治 可以兼顾他们的信心 以至于他们很羡慕神的话 所以我觉得到刚刚修行讲 那个就是这个在我背后这个 这段世界上班那个包包大大的 到现在还没间断哦 我们跟他讲 说你需要帮帮助 没有办法 他有时渴望到一个地步说 他突然想到那段经文的时候 没有读到 早上没有读到说 很想请假回家去看那个经文 我听了 我从来是没有到带领人 你有没有请假 我说很想啊 有一个姐妹就是另外一个美珠 他很想中午 不想在公司睡觉 我很想跟老公请假说 我要回家睡觉 其实他要回家读圣经 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还是一样 所以我们没有其他的一些方法来 其他的一些 只有跟他们用神的话鼓励他们 那我们的成根就是很自然的 就是要来成根 没有电话联络 就是八点半一定要来 那自然而然的就是很多人 就是其他的肢体自然而然说 哎 你们有在成根了 那我要跟你们去 在林口 不是在林口 在哪里 龟山 他们在龟山 早上八点半以前就到教会 那是礼拜天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方法 跟当然每一个人的方法不一样 怎么样让我们的肢体对神的话有渴慕 我们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是方法是很多 但是我觉得让他们的方法对还是不对 所以就是我们对 我们成就小组对神的话 就是这样子很单纯 所以把一切融为归给神 喝酒 在露出的我时ên 感谢观看